在我的产品中,这个罐是最不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一个将军罐 中国人喜欢在瓷器上画牡丹 或者是荷花之类的吉祥画片 上面画的好像是马蹄年 马蹄年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 同时也表示对爱情忠贞不渝 不同颜色的马蹄年也有不同的寓意 它的磁胎也是比较粗糙 我都甚至认为它是陶不是瓷 但我在网上找 有没有陶画得那么精美的图案了也没发现 但是也发现有粗糙 看上去比这个还粗 当我初次看到这个挂的时候 我真的不能一下子判断这是否是中国制造 感觉看上去有点异国情调 但我被它鲜艳的黄色所吸引 因为在中国特别是瓷器 以黄颜色为底一般都是路份比较高 古代可能就是皇帝使用的颜色 当我看到平底Made in China的时候 然后我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类出口外销瓷 你看底上的黄钥就像漆一样 还有一点斑驳 它的钥也没有细瓷 又那样光亮 有点发雅光色 虽然这个瓷器不是精美的细路 但也有一种粗犷的美 我也希望有了解这个瓷器的常有 能够留言 让我们大家都来学习一下 在春节之际 我也把这个马蹄年的罐分享给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吉祥如意